大家好 我是文心診所的劉仕惠 我又來囉 你想不想達到耍費的最高境界 我告訴你 你躺著就可以達到瘦身 又碩身的機會 你要不要 夏天到囉 我們很想把生產弄得很好看 可以去海灘穿Bikini 那一般在市面上 房間我們做的減肥機器 有兩大類 一個就是減脂 一個就是增加肌肉 減脂方面很多 比如說有冷凍減脂 電波減脂 還有陰波減脂 大概是這樣做 上我們家的診所 我們是用電波這個原理的去做減脂 電波它是雙極性電波 它產生的能量打進去以後就會累積 然後就會產生脂肪細胞的穿孔作用 這個穿孔作用就讓你的脂肪細胞慢慢的代謝 然後吸收掉 那你那個部位的脂肪細胞就會減少 現在我們其實需求的就是身體健康 所以你除了減肥以外呢 你還要增加你的肌肉能量 現在除了減肥以外呢 你還是要增加你的力 現在除了減肥以外呢 你還是要增加你的肌肉的量 對不對 所以當你脂肪減少以後呢 我們現在又可以有一個 男人針肌法 機器呢利用那個 聚焦持震動 就有點像MRI這樣 它用持震 然後讓你做 吸放 吸放 那是一個被動運動的作用喔 它一致療程呢 可以做到三萬次 養活起坐這種功能 今天我們看電影 Tom Cruise最多也做到兩百次 在短時間一直密集的給你震動 你想想看肌肉一直在訓練 以前很難練出來的六腹肌 現在很快就可以把它表現出來 那還有喔 肌肉增加 你那個新陳代學歷就會更好 這兩個機器 一個是幫你減少脂肪 另外一個是幫你增強你的肌肉 那我覺得啦 一個人就是要面對自己 你好好跟你的醫生討論 如果是屬於像我這樣 很好的肌肉 都是往外面鋪了這麼滿的脂肪 我當然兩台都要一起做囉 而且我可能還要先把我的脂肪 看你有沒有辦法先減少 然後再來做我們的肌肉 那如果有一些人呢 他一直說我是OVA 只有13%的體脂肪 那這種狀況 你就可以直接去試著做蒸雞機器 其實你也想想看喔 女孩子的身材 他如果有個翹臀也很好 所以臀部的肌肉也可以練 像我們 對不起啦 我的拜拜秀 其實有狀況 有機會的話拜拜秀 對不對 手臂的肌肉 所以腹部的肌肉 還有背部的肌肉 很多人啊 現在那個城市 我們做很多電腦 文明人 我們都有那個肩膀肌肉的疼痛 其實你可以問一下腹肩科 這個肩膀的肌肉太結實的時候 是我們知識不良 如果要調整的話 其實我們要加強 我們背部的肌肉 所以這台機器你可以反過來 去做你的背部肌肉 讓你的身材可以再往回去正常的發展 那還有什麼 其實我要提醒喔 這個機器有一個非常厲害的點 很多人都沒想到 他可以做慢性疼痛 我有一點點五時間 因為我長期要打針 重複做不適合的動作 我這個肩膀就出現五時間 其實有時候啊 我很痛的時候 我都要來把這個機器 裝在我的肩膀 讓我的慢性疼痛可以減緩 目前喔 就是心臟方面的問題 如果你 觀眾朋友們有放了很多支架 或者是有些人你有放了節力器 這種客人你可能就說 還是自己在做運動好了 那我先說 降脂肪的巴比碩好了 那因為它的原理是顛簸拉皮 所以一般我們會建議三到六個療程 那就是看你本身身材的 OK 巴比碩的話 有時候做完一開始 急性會讓你先緊實 所以也有好看的效果 但是電波拉皮 這一類的Radio Frequency 它要讓你的脂肪細胞分解 是需要時間累積的 所以一般我會建議說做六次 至於那個增加肌肉的話 我們建議是三到六個月療程 但是要看你本身 如果你覺得 我已經達到我很滿意的地方 其實你那時候就可以卡了 我是劉思惠 歡迎按讚 會不會是他們這個問題 我跟你說 從70年代上個世紀到現在 我們永遠都在減肥 減肥如果成功 後面是一個什麼問題 就是你的維持對不對 那今天我們懶人法 當你達到一個目標的時候 你後面的維持 是不是就跟我們以前一樣 你減肥成功 我們是不是有一個維持量 你要維持就很簡單 你要維持你的新陳代謝夠 所以持續運動 可以做適合你的運動 然後當然另外一方面 你的卡路里攝取 你的飲食 你可能還是要注意一下 這個永恆不變 我們一般常做的大概就是腹部嘛 然後肌肉 就是核心肌唇 肌 就是核心肌柱 我是劉思惠 歡迎按讚 訂閱 開始小鈴鐺 這樣女神退守 都會來纏著你 咱們 屍 喔